Hello 今晚如是我聞繼續說鬼 不過這個鬼就不跟那個鬼 這個鬼在西方行了很久 尤其現在就來Halloween 每個都是學這個 不過年氣兩天兩個星期都應該說Halloween 適合氣氛 沒錯 說完這個可以說Vampire 今次這隻鬼是有實質的 有實質 這個就是做了很久的電影題材 台灣就叫他做殭屍 香港就譯作喪屍 其實喪屍就適合香港話 因為它叫Zombie 即是形音異的問題 也對的 真的有喪屍 的確跟以前我們現在的殭屍 那個形狀有不同的 先講個題外說 殭屍的殭是誰最適合呢 一般來說 都會寫個帶字哪個殭 因為他死了 即是屍字哪個殭 帶圖的帶 這個人死了 是誰的意思 但問題是 真正中國的筆記書說 殭屍的殭屍 是用人字哪個殭 為何中國叫殭屍呢 因為中國 覺得那些屍體 是僵硬了 所以他的手腳腳 全部動不了 就要跳 即是雙西廣屍的樣子 有很多名字 不過這次不是廣屍 就不講字 就先講了喪屍 你看完喪屍片 沒看得完 看不完 已經太多了 你看過哪幾出 好鬼死好鬼死古老 都叫一百年多 其實幾十年前 那些鬼佬的電視劇應該有 是呀 那個年代所說的喪屍 那時候不是叫喪屍 真是叫僵屍 是近十年的事 那個呢 其實都不是 跟現在的喪屍 就算你那時候看的 都不是叫僵屍 是錯了的 那些應該叫吸血鬼 不同 那隻喪屍的來源呢 不是 現在我說的 你說以前看到的那些 都很久的 那隻喪屍的來源 就是最初的 就是講迦勒比海 無獨教 類似降頭的東西 把人變成所謂僵屍 這個呢 最早的那一支 原裝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 第一套片叫做 White Zombie 這是1930年開始 真的很久了 原裝的 那個教 無獨教 無獨 無就是無師的無 毒呢 有毒的毒 叫無獨教 無獨 無獨 現在就未必叫無獨 因為沒有聽 政治不正確 無刀教人 叫無刀炮 沒錯 你知道的來源是怎樣的呢 我沒有記錯 你提醒我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200年前 那些白人去開發加勒比海 借堂 那些紅藩是不中用的 不夠體力 於是他們出口了 非洲黑奴 去了加勒比海 那些奴役的借園裏面 就是苦工 沒錯 而那個來源就是 非洲本身的 無術 可以說 他們的宗教 混合加勒比海 的宗教 再混合 天主教 沒錯 這個元素很重要 然後演變出來 就變成了當地的黑奴 他們自己的所謂 本土宗教 是啊 本土就是本土 這是對的 大致上 因為最早的 去的黑奴 是西非去的 西非的黑奴 在他的 墓落的時候 已經有某些宗教 他的宗教 就是現在的萬物有靈倫 就是 Aminism Aminism 就是最早人覺得 風為何會吹 為何會行雷閃電 都是應該有一個神靈在後面操縱的 精靈在後面操縱的 萬物有靈倫 中國也是 石 叫做石敢當 當它有靈 土地 拜石 拜樹 拜雷 拜電 都是自然的 自然的力量 就認為他無端端不會行雷 還有他一定有靈 有靈性 專屁的不孝子 有操縱 雷弓劈 沒錯 西非對萬物有靈很迷信 但他們無緣無故被白人捕捉了 真可憐 捕捉了回來 不夠膽 去了現在的海地 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國 這些海島做植物 種植物糖等等 最主要是借糖 這些人帶了西非的萬物有靈倫的神靈 去了那裏 但那裏跟西班牙人 信天主教有很大差別 於是他們又要 執行他們 執行他們 執行他們相信天主教 因為他們相信天主教 才能夠救你的靈魂 西班牙人當然是這樣的 其實是用宗教的管 政治和宗教一起管理你 讓你有一個意義 聽他們說 但不能純粹給你的宗教信 於是他們的人 將西非的宗教 他們的宗教混合 融合進去 變成另一種宗教 就叫做 Voodoo 沒錯 就叫做 Voodoo 全都原創了 所以有兩個融合 融合 裡面有法術 有聖人 有耶穌給馬利亞土 他當了一個神靈來拜 這都是Voodoo 如果沒有記錯 原始宗教有神靈的崇拜對象 他不能公然地拜 西班牙會斬你的頭 於是他就借了天主教的偶像 聖母和耶穌 其實就當了另一個神靈來拜 沒錯 現在無獨教這兩個字已經不用了 就是叫做 無刀 無刀教 即是政治正俗 又叫做復刀教 復刀教也有 都德 這個教裡面有一種 無師 他又不是神父 他叫做無師 的確是 這種無師 又懂得作法 這種人 其實就是 在那些白人奴隸主 給了些錢 聽聞 就做了一些 洗到那些奴隸吃了之後 好像沒有了靈魂 就變成一個行屍酒肉 這種被毒害的人 但他有體力 他不會散了 但他沒有靈魂不懂得思考 或者他迷迷糊 你把他去耕田 他又耕田 你把他去採借 他又採借 變成了 是一個廉價勞工 兼且 他們全盤控制 那些奴隸主 當時相傳的確是 因為那些不是神父 不是神職 是無師 無師 因為他們是一個 witch doctor 既是司法術 其實也是醫人 所以那些非洲無師 無獨教無師 其實就有很多 知識來用草藥 蛇毒 或者其他 天然的毒藥 或者藥物 就是可以 醫病也可以 反過來 你害人也可以 就像茅山道士一樣 變成他有這些知識的時候 就會怎樣用 所以最初來的講法 神化了 他當作有法術 但如果你是科學少少 來想的話 次官說 沒錯 就是用了某些精神科藥物 土產的 令到那些受害人 喪失了那個意志 後來有一幾個西方的學者 包括心理 生理、醫學的人 去研究 有沒有一種無獨教的毒 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就說有的 這種其實是一種相當毒 吃得多 也不用多 多一點點 你就會拜拜 但是他會混合到一個合適的份量 這個呢 就是未必混合 混到他未必死 不會致命 這種呢 他們叫這種毒 其實 緣起於 等於我們吃雞泡魚 是雞泡魚毒 類似 類似 但這種呢 就不是中國的砒箱 山埃那些 而是他能夠在河、海 捕捉到的 據報就是 非洲土人 用他們 原本用蛇毒的知識 去了加利比海 那些樹蛙 有毒的 很鮮艷 用了那些樹蛙的毒 來提煉了 發明了 因為呢 南美樹蛙的毒 蛙是很鮮艷的 黃色的 是警告訊號 黃色 怎麼那麼大隻 有黃 有藍 有紅 越鮮艷 越毒 他的毒從哪裡來呢 毒不是在他的血 不是在他的口水 而是在皮膚 皮膚背脊上 對 這個皮膚為什麼他會有毒呢 原來天然生的上帝做他的時候 他保護自己 因為他太小 太小 他很容易被其他雀鳥 或者動物 夾到他 一口就只有幾隻了 豆腐也這麼小 豆腐也這麼大隻 但是因為他有劇毒 你不要觸摸他 一觸摸它 有一個分泌 一分泌 你吃了它就攬炒 對 但問題是 少許都避開了 麻痺 麻痺 根本那些小鳥 原來有記憶 知道這隻鳥 就不能碰到他 所以保障了他的生命 文敬天宅 除非他就盲 外來鳥 外來鳥 那隻盲的不知道 就死了 拜拜 他未必死 你死 土人 因為這樣 所以 利用了這種毒蛙 又叫做箭蛙 他就把箭頭 撒進背部 一撒 他就分泌了 這個東西 放進去 很輕輕的 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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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心 吹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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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無往不離 你誰過來 就 你一撒到 你都拜拜 就是這樣 在National Geographic 有一期 專門說這隻賤蛙 拍了很多照片 很害怕 很害怕 整體很可愛 很可愛 又說Woodle 這個復都教 真的有人見過 非洲人 中了這種無私 中了毒 出來 真的猛成城 過程 為什麼他相傳 會變成殭屍 或喪屍 中毒那一下 第一個反應 其實是休克的 休克 好像死了 好像沒有氣息 沒有呼吸 因為他中了神經毒之後 神經毒癱瘓了 一段很短的時間 所以他在一個假死的狀態 這些人也沒死了 聽說他有呼吸 心又靜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藥力真的發作 其實那個人沒有死 他其實是復甦的 但那時候腦子已經受到侵襲 就被那個武士 操縱到他的工作 有人見過這故事,在200年前,白章人聽到這些資訊寫過小說 當然是誇大了旗幟,變成《Zombie Island》、《White Zombies》這些小說 繼而拍了電影之後,風行的時候 那時候《Zombie Island》很得那些白章人吃驚,因為怕 一直下來都是賣座的 因為恐懼的心態在於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是不是死了 他好像死了,但還生在那裡 你說他不是死了,他的行為又不像一個活人 因此當年其中一個名稱,很久之後叫活跳師 有很多名字出來的 就是《Living Dead》 你一定要看過這部電影《Living Dead》 死人了 你看過 這部電影是1957的名片,黑白的 60年代初也有過關 他拍過幾集的 第一部電影是當時最轟動的 使得這部電影的導演一舉成名 其實他是很低程地拍的 裏面沒有演員 沒有大牌 他的男主角就是那個黑人 這部電影只是講述一件事 他去到墳場 拜祭 兩兄妹被墳場走出來的 所謂的《Zombie》 咬傷 原來他的設置是真厲害的 他說如果咬完之後 一見血 他就會把那個獅毒傳進去被咬者 沒多久被咬者又會變成一個喪屍 而這個喪屍又會去咬人 換句話也會傳染 就是那時候開始 就不是有無私私法 變成了一種類似生化現象 就是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 《Living Dead》的題材 就說這種可能是人自己自作業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五幾年已經有對核輻射 這種恐懼 移戰之後 有多了很多所謂另類的恐怖題材 輻射、生化、細菌戰等 人類開始有新的科技之後 而對這種新現象的恐懼原始反應 沒錯 在日本 大家記得一隻叫哥斯拉 哥斯拉 哥斯拉 不是六體 聰明 是一隻恐龍的殘忍 受了輻射影響的蜥蜴 對蜥蜴 大都無論 異化了變成巨大無雄 在海底捕出來的 當年這個比堅尼島 是呀沒錯 是核彈之後 有一個非常過癮的故事 就說本來 史前的怪獸 已經在海底沉了 是不會出來的 但是我們人類活該死 哈哈哈哈 你就走到附近 整個核爆 弄生牠 弄生牠 弄生牠不得已 還因為你弄生牠 牠有核輻射 加強版 加強版 弄生牠 弄生牠 那是另類喪屍 不是另類喪屍 牠不懂得 如何控制自己 牠不是一隻正常的動物 是不正常 又不是一隻唇花 那牠一跨上來 就 毀滅了 搞破 最近哪裡呢 最近東京 哈哈 日本人這樣說 南太平洋 這樣就 掠東京 所以呢 牠有個受害人心結 被核子彈炸過 沒錯 被圓以燈炸過 沒錯 後來 拍了很多集 對呀 對呀 後來有個對手 叫Destroyer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又跟牠捏 大家捏 人呢 用機關槍大炮 飛彈什麼都搞不好 他不怕你 這個是另類喪屍 問題是那個恐懼 那個來源都一樣 你的分析沒錯 第二次大戰之後 原子彈又來了 冷戰又來了 這個生化武器又來了 大家呢 大家很害怕 大家強覺呢 不斷核賽 核子競賽 後來就決定毀滅核子 停止比賽 但實在還沒有 那時候凍結 凍結 不是等於毀了 是吧 那時候呢 大家競爭到激烈的時候 就真的害怕 做了一段 失控 失控 這段最出名的那次 就是古巴危機 古巴危機 金賴迪 金賴迪 和蘇聯總理 克魯曉夫 他說要運一些飛彈 古巴卡斯特洛的胡蘇魯 三國關係 如果被他運進去 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就在美國後面 後面 後面 弄了一個發射塔 隨時 到佛羅里達也不行 不要說去到華盛頓 因為當年的攔截技術 沒有那麼厲害 當年的古老技術 互相威嚇 我擔保你又沒命 你敢射飛彈過來 我就射飛彈過來 大家互爆 玩完 於是大家互相恐嚇 僵持不下 維持和平 但你古巴那一刻 就令你混亂了 我去過一個波羅的海 就是叫做立陶宛 參觀了一個冷戰博物館 當年1960年 當時是蘇聯加盟共和國 在波羅的海 有五個核子的飛彈基地 當時是神秘的 現在將其中一個公開了 讓你去參觀 但所謂的神秘者 其實也不神秘 美國也知道 美國已經查查到 有了間諜 真的有一個像 占士邦那樣的發射台 山洞 山洞在下面掘得很深 一個傘 就放一隻飛彈 原來我們想像中的核子戰爭 和真正的戰爭 是兩件事 原來是這樣的 你無論有多少個核子的基地 或者是流動基地 蘇聯就知道你有多少個 美國也知道你有多少個 隨便一個發射 第一件事 就是彈截你 第二件事 他的飛彈 或者他的核彈 已經同時四百多個 或者四千個 一起發射台 反攻 反攻 那一去 就把所有的敵國的核子 禁止 讓你在裡面全都爆了 那你不會再爆我 爆整一個都可以 鬥快 即是世界毀滅 你又丟四千個過去 這就是恐怖平衡 於是你又不敢動 我不要動你 叫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這個就丟四千個過去 又炸了你 足夠毀滅地球十八次 對方 不用毀滅 你說住在紐西蘭不用死 不是 因為有一個叫核冬天 核冬天就是 上股爆完之後 核子塵 就蓋住所有的陽光 全世界都沒有陽光 就在寒冷的冬天 讓核子雲散 有段時間都不散 那就玩完了 全世界都玩完了 所以這是很突然 所以當時人的恐懼 是真的 這些恐懼 真的 問題是用什麼形象 發洩出來的意思 對 Zombie 在那時候轉型 轉型 變成受到核輻射 的一種屍體 它本來已經 埋了一個墳墓 真死 真死 跟無獨教 當年那個 不同樣 不同樣 那是人造毒 融了來 隱身了 這種新的恐怖的物體 這種恐怖的物體 會咬人的 他一回生 他使得生命回生 回生之後 他只有一個無一 就是他咬人 他餓不可以咬人 他的性情 只有一個 傳染 傳染 跟病毒一樣 將自己的核輻射 複製 就是他 咬人之後 就變成他 沒有藥 受害人 變成喪屍 另外一隻喪屍 他想又去咬人 於是乎 使得全世界 都會有恐懼 因為核輻射是傳染的 現在我們說 福島 不要買魚生 變了畸形 不要買魚 你會中毒 不知道 當年記得蘇聯 有一個核子廠 次諾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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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兇不兇 只有烏克蘭 是呀 這個事 突然間 那天火災 爆炸 更誇張 日本也叫做天災 次諾貝爾 開笑 簡直是死蠢 據報 那時候報道出來 就是他們正在試安全裝置 釋錯制 噢 那就死了 那就火粗了 搞得超標高溫 爆了 爆了 爆了之後 就蓋住 為甚麼呢 用直昔機扔紅毛來 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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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蓋住 蓋住 它一樣有些 地下水 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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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在歐洲 那一年呢 所有的葡萄 做的葡萄酒都不要喝 不能喝 不能喝 全是危險 那些生物 牛羊 你吃了那些肉 都會變爽疑 都會死 還癌的風險會大幅增加 搞了現在至少20年以上 1986年爆的 是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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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30年 剛剛30年 但是今天來說 仍然 還未解決 還未解決 還在播毒 還未解決 日本福度 還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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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它 崩堤 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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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洋上 地震海嘯 你建在那裏 真是 問題就沒辦法了 現在呢 無論蘇聯也好 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所有 核反應堆 大家一個一個 逐個拆 拆了之後 不再用了 收不到貨 收不到貨 因為不懂得收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中國 最近香港那個 大雅灣又不殺了 還建多幾個 對呀 很多人害怕 大雅灣 很近香港 另外陽剛 100公里範圍 現在四個核電廠都在建 這個又不是喪人聽聞 這個腳軟 但是沒有辦法 它是自己製造出來的麻煩 提外話 不好意思 這節目一定是提外話 原因就是中國 它本身 之前的污染最嚴重就是燒煤燒炭 它不能夠維持 所謂潔淨能源 它又未到水平 天然能源 那為什麼 核電 不是怎樣 你要我把煤炭發電廠 你不讓它建核電廠 難道要我 這個有我們香港人的投資粉 不止 有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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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最近這個 也有 但是在外國 比如說 在多人多 以東有核電廠 但現在都關閉了 因為腳軟 真的是腳軟 收不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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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那部電影做完之後 全世界 有另一種大熱 就不是以前那一種 不夠恐怖 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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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拍攝幾部電影 這部電影很低成本 當初是低成本 接著拍攝的都是大成本 慢慢又轉型 不是核電那麼簡單 不是核子複射 是另外一組 叫做生化 生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人類很傻 某個程度很傻 他不斷想突破了以前的生化科學 譬如我們現在說 空 即是空的人出來 複製 黑龍 黑龍那些人 黑龍那些人都是生化的 成功了 現在的人說 有些地方 秘密在做人 但是大國裏面就不准 這個 搞不定人的道德 但是有些國際 有些小地方 有些神理上來的科學家 都會做 第一個動手的希特拉 最出名的 有一個遺傳 現在我們在說 生化的問題 就是很多 混合 混合 有些東西可以複製 人類或者其他 還有就是 希望能夠控制到疾病 有些是良心好的 但是有些 另外一個心態 電影也做了一次 希望做到一樣東西出來 我一拿出來 你都腳軟了 即是無敵武器 無敵武器 人類永遠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武林聖火令 沒有辦法 人類永遠都犯重複的錯誤 他永遠都以為製造 一種科技力量出來 變成無敵 但是沒有想過 要咬自己 這個武林聖火令 等於以前的武林聖火令 我一出你就要腳軟了 我不用打你的 其實美國人 都試過自己踢爆幾次 即是說現在有很多 我們認為已經絕了一種 大殺傷來傳染病 就說美國人 其實收收埋賣的基因 那些細菌 就不讓你知道 不是真的滅絕了 天花 炭追菌 這些 一直都在他們那裏 研製成為生化武器 等於你當年看出電影 731黑太陽部隊 西菌戰 這個就是日本仔的細菌戰 他是用鼠疫 用鼠疫來提煉一些殺人的 就是你所謂的武林聖火令 其實美國人是事實來的 就是他們二戰之後 捉了很多科學家 包括日本科學家 就特赦他們 交換條件 什麼加科呢 就把他們這些 製造生化武器的科技 交給美國人 這是真事來的 解封了密碼已經知道了 問題是拿了科技做什麼 美國當然是打死不說的 所以為什麼此冠頭是踢爆了 就很重要 這些人為什麼會怕了另一件事呢 就是將輻射轉移到另一件大殺傷力武器 就是細菌戰 生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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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的估計就是 有發明 沒有消滅 這就是最可怕的 好像近時看武俠小說 這個情花毒 有情花毒就放了下來 你種了毒就會死 但怎樣解毒 是沒有人知道的 下毒的人可能知道 當然在那套神之俠裡 就知道 只有一個被楊過丟到山崖 現在說 生化的解毒 是很困難 為什麼呢 一灑出去 就是人都罵 你只有那麼少藥 害人容易救人 難 還有那時候選擇 救什麼人呢 我喜歡救救救那個 不喜歡救救那個 生殺之權 就在某些人手上了 他比你厲害 你求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一定是制毒大量,解毒少量,持有權力 人比鬼更可怕,鬼也不會這樣害人 所以電影說到新的Zombie,就是生化喪屍 生化喪屍,生化喪屍,又是沒得救,又是咬了你之後 或是喀傷了你之後,血液和血液已經過了 過了毒素,你就糟糕了,沒多久你會死亡 死亡之後又回生,又變成另一個喪屍,又來吸過來 越整越多,一隻喪屍就不是咬一個 不是一個全一個,是咬一整個 咬一咬,十個就變成十個,十個變成一百個 那幾何級數,怎能成功? 細菌效應,跟全面病一樣 而且沒有人知道怎樣解釋 咬了之後,你不能解釋,一樣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另一種危機,恐怖片 又是那句話經常說魔遊心生就是這樣 不是只是影像,是怕不簡單,是製造了角魔出來 他不是有一個魔頭的,他沒有魔頭 他沒有一個殺旦操縱 而是天然而成,是一個災禍 這個就是人為的災禍,災禍害人 自作業,女王經常說佛喜來自作業 你唯一跟他處理的就是消滅他 但他很難消滅,因為他有超人的力量 在鬼佬就有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就是,你只要射掉他的頭 射爛他的頭,他就歸世了,真的就散了 這個基源於一個很樸素的邏輯 因為喪屍本身雖然是沒有思考 但他有力量去咬人 這個咬人就是因為他有個腦袋 腦袋只剩下一個東西就懂得咬人 你把腦袋打爛了,搬架,殘額 你千萬不要割了,割了仍然的頭 有個口袋仍然會咬人 牙煙的,打爆頭 很暴力 很暴力 然後就可以消滅了 中達自圓其說 對,他有一個邏輯 但這個又因為這樣 引致到這個暴力 引致到另一種產生 這種就叫做電子遊戲 現在世界上很多電子遊戲 打喪屍 打槍 打槍 一定要打爆頭 要對著頭打爆他 要不然是game over 人家咬你你就玩完 為什麼會流行呢 說回以前 這個遊戲殺的對象就是敵軍 例如你叫做納稅 那些人說都是 納稅都是壞人 都是人 再不對 ISIS 都是人 很多人道主義者不喜歡 再不對 那隻是鬼 鬼呢 沒有傳染性 打一隻沒有一隻 這隻他會爭兵 他會爭兵 咬一隻 多隻 紅番以前 牛仔打紅番 一槍一個 變成你是discriminate 你是歧視外族 都是人對人 被人打 被人砌到暈 唯一 打喪屍 就沒有人說你 因為那個人已經死了 人也死了 不過他又遺害了 你又變成英雄 將那個英雄感 這就極度暴力了 提供了 因為他始終是人形的物體 他也曾經是人形 很變態 所以又是那句魔遊心生 人類永遠不會學會這件事 你一件事解決了 就是另一件事更恐怖 所以又變成 電子遊戲 一種很大的玩法 很流行的玩法 到現在仍然是 我小朋友 我見到小朋友打喪屍 很過癮 他一直打喪屍 為什麼大人又不會說他 因為他那個不是人 是鬼 又不是鬼 是一種怪物 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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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怪物 他只是打怪物 有什麼理由他消滅了一些 會遺害人類的怪物 你老頭老頭又不讓他抬台 又不讓他玩 所以不是衍生了另一種恐怖的東西 就是暴力傾向 另外一種是心理的暴力傾向 動一點就是拔槍打爆你 對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越是噁心殘忍 越是受人歡迎 功能刺激 功能刺激 越是大 越是使得那些人 滿足了他那個 其實心敲那邊打喪屍 那個人心理上也很喪屍 是的 在洗腦 你明白嗎 打破他的頭 是的 至少這件事最基本成為一個恐懼 或者是焦慮的源頭 最近韓國片這套 又是一個更加厲害的題材 是的 一個題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遲些下一集可以再講 為什麼西方的吸血鬼 會在1848年開始 由這個Brown Stoker寫這本書 Dracula開始 樂此不疲 百多年 還要開了學術研究會 又是成為一個學科 Vampirology 厲害 沒有什麼香港是Vampirologist 未到這麼沉迷的程度 有一個就是我 還有一個就是死了 沒有辦法 能夠自稱Vampirologist 厲害 只剩下我 只有專家不多 只剩下一個 我希望有同度 大家多些研究 沒有人留意 如果有人留意 可能有人就研究 香港可能有很多人 有很多書 文化衝擊系 小說都是外國人寫出來的 是的 好 講到Zombie Zombie就是其中演化出來的 但是這個呢 那個特點就是 Vampiro由最早開始 是很噁心的 手生毛 身體很臭 又四圍爛 Dracula開始 一路轉化成為紳士 再成為 王族 他是美化的 後來更加年輕化 靚仔化 Tom Cruise也做過 是的 同性戀化 現代化 靚仔版 但是Zombie有一個衰法 就是 他不會英俊 他一路是噁心的 史會越來越噁心的 對 越來越噁心的 現在做到就是 驚恐 但是唯一一個 他能夠最 有突破的 這次韓國人 有一個突破的 就是 由喪屍片 變成悲劇 這是悲劇 整個悲劇 看到觀眾哭 通常 還有 vampire片 吸血鬼片 殭屍片 都可以加 另外一個 element 那個 element 是 笑的 香港最喜歡 不知道 現在很多 笑故自然 加笑 滑稽動作 浪漫也有 浪漫 但是這次 是加到 倫理悲劇 還有亞洲人的 倫理悲劇 這是一種突破 但是 不幸運就是 我們中國的 殭屍片 除了 他轉化了 那一段 開頭的時候 成為 笑片 comedy 或者成為 滑稽動作片 他是一個轉型 但是 這個轉型之後 就是 吃窮自己 吃老本 不斷地吃 最後還是得回 我和僵師有約會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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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東西 就是因為 他將它 變成愛情小說 其中一條線 是 科幻也有 科幻也有 這次變成 悲劇論 即是說 懂得利用到 這種 傳說題材 轉化 很有創意 所以 Originality 不是說 拍攝 喪屍 就沒有了 原創性 而是 你賦予一個 什麼原創性 給他 真是叫做創意 喪屍應該是 舊題材 舊題材 但給了一個 新酒 我們經常說 一個 叫做 創意是什麼 創意就是 你的作者 論編劇 導演 在這些生活中 找到一件事出來 那件事 是沒有人說過的 是你給了一個 新的價值觀 下去 使得 整件事 有一個新的意義 這樣就是創意 當然 未必定你的創意 是沒有人說過 有人說過 不要緊 都是由 終於人記得你 對 由你講出來 對 你先想出來 對 你先想出來 沒錯 這個就是 我覺得 日本 西方 的人 拿著一件事 能夠懂得發揮 發揮成為 另一種創意的表達 香港電影 本來以前也很厲害 天馬行空 什麼都可以玩 可以將 中國 這麼多年的殭屍 或者在江西 這麼多殭屍 這個鬼的題材 演化 可以變成 溪打鬥 笑片 笑片 武打 那時候 就是創新 但是 沒有進步 吃老本 然後很快 翻炒到 沒有人再看 就從此 關火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題材非常精彩 難得有一個專家 稍後大家要問這個 吸血鬼的題材 差不多了 下週見 下週見